明星 時間差不多了 你們的時間我都能看不見 這個時鐘超快的 我英文看的一支撥撥撥 永遠看不到那個時針到底在哪裡 超重的是幾支 真的嗎 我都看不見 唱到沒人 這樣喔 只好唱到街上來看他 他剛才說一件好逼都讚 這次都聽了 沒機會來賣 真的喔 好啦 對啊 這有可能是我們來 今年來這邊的最後一次 因為之後 這個 長得這麼老了還在當兵 高空的老的兵 對啊 他怕被國防部追殺 所以 怕變狂兵 他就只好當兵了 對啊 那你們猜他幾歲 他講出來 台客人說十倍 十倍 好啦 好啦 那這個 我來擠 好啦 因為他應該是三月之後 準備要去當兵 這樣 對啊 那我們 祝福他吧 對啊 然後他應該也是選擇 應該三四月左右 他會出國 對 對 對 你要幹嘛嗎 你可以分享一下給大家聽 不然大家想說出國就衝上 對啊 對啊 不是欸 就是 我想去走一走 對啊 然後 又本身做 跟精神治療相關的 其實我蠻想要去不同國家 看 關於精神治療這一塊的狀況 你看看阿達就好了 哈哈哈哈 他只是在地化而已 沒Q 要是說去往外面 在地化 對啊 所以就是 講到 趁你已經出去走動 去哪個國家 其實 但是 剛剛前面那個 那個墓地啊 比較像是在水谷北京 然後走的地方 可能就 你們可能會想說 我可能會去北歐啊 芬蘭啊 那些比較 好像照顧老人體系 或者是在 物件體系比較好的 可是我的開始 是從尼泊外開始 對 然後在媽媽 往那個歐洲方向前進 如果有什麼心得以後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蛤 他其實就是 看我看到你 我最近開始抱怨了 是啊 我來台灣的真好 要出去出去 娘 我來吃 上次不是有去巴西 喔對啊 我們有去巴西啊 欸對齁 對齁 這就不要再說了 好啦 對對對 巴西啊 好啦 好啦 我們唱下一首歌 好啦 反正就是 三個月之後 他們兩個應該會 大概有一年的時間 對對對 對 差不多 應該最多一年吧 你不可能請不來 做自願意吧 會空的喔 感覺不會來跟我說 大哥 我終於找到我人生志向了 遮免被 我被空氣了 對啊 對啊 反正就是最多的一年啦 對啊 所以應該是 今年就是最後一次 來紅牙書房 嗯 我保證下一次 等他們都回來 一定會再來一次 希望有第四章 都我在想的啊 都講的就生的出來 對啊 然後我就看到 一個要當兵 一個要去旅行 嗯 我有感覺 好耶 我就送他 對啊 然後也不錯啦 我也可以 終於 好幾年了 可以享受一下一個人 欸 欸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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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就是想說 當個什麼住村藝術家 這樣啦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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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啊 沒有啦 其實我 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講 你知道嗎 我他就要做一定新的專輯 我去年都沒寫歌耶 我忙到 然後 再加上 不知道為什麼 大概從九月份開始 我二人接到這麼久 我接到最後 是要用拒絕的 拒絕 啊 拒絕啦 對啦 對 不好意思 那個真的是 沒有時間的 我真的耶 我現在 我現在是只有一樣拒絕的 這是真的沒辦法 太忙了 啊 那時候又要錄音 然後又要去演唱 唱音樂要唱 啊 賺錢啊 這很滿意啦 你為什麼 這幾個月賺得不錯 唱片也是賺錢 要賺我的 要跟唱片無關 對啊 剛好這幾個月 真的很忙 然後前陣子 我跟他又借了一個紀錄片配樂 他真的是沒辦法 然後就 一直 一直我沒有把自己的腳步停下來 可以再重新思考 然後再重新創作 我覺得 我已經開始意識到 當活動接得很滿的時候 就是這一個創作者的危機了 今天你開始看很多歌手 變得很紅的時候 你再看他的作品 一定很冷的 因為他根本沒有辦法 再好好的靜下來 再思考 所謂創作這件事情 對 真的不會了 然後我開始有覺得 我真的是沒有 完全沒有任何時間可以 創作 因為 我覺得創作這件事情 不是說 我一隻肌子走開 就說 你敢來啊 你一杯咖啡就下車 那是我穿著說的 所以我沒有說 我甲褶 我甲褶不是這樣說 我甲褶不是這樣說 真的 那我需要去生活 我只好我就下車 然後就變成其實 我去年一整年 幾乎完全沒有辦法再創作 然後我就剛好想說 這篇專輯發了 然後 我可能就一個人跑巡迴 我怎麼啦 然後也趁機會 就是一個人再去各個地方走走 然後有一些活動 對 反正 整團的活動也沒辦法接了 就只能接一個人 對啊 我也想說 明年可以想要再重新思考 創作的方向 我現在其實都 還在想 還在思考 我之後要 創作什麼 對 可是大概有一兩個方向 我有 畢行出來的一些東西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對我自己蠻期待的 自己在碰碰 好啦 我們來唱 要最後一首歌 不行 不行 啊不行啊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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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喔 心肝不想要 心肝不想要 對啊 好 欸 雞像排譚 哈哈 三百五十 哈哈 好啦 我來 啊 我來唱這個好 這很少唱 這首歌叫未來之光 《未來之光》 有聽過嗎? 其實我有時候還是會唱很少很少 都沒聽過喔 唉唷 漂亮喔 新歌喔 對 下兩年 只是我很少唱啦 他叫《未來之光》 他其實這首歌 剛才剛才我唱《未來之光》 《未來之光》 《未來之光》大概同一個時間點寫的 都是針對小孩 《未來之光》我在講就是小朋友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 會是一個社會裡面 未來很重要的影響人物 對 所以我覺得社會運動 不是只有走過頭去看他而已 這些小孩在生鬧 這些小孩在生鬧 30年以後 又是同樣一個無人的 總統 又是同樣一個白痴 真的 我沒騙你 如果真的不去談到教育的問題的時候 30年 50年以後 都一樣啦 你抗他抗他抗他不算 這些小孩每次都很大 一樣 他拿到權力之後 就是笨折啦 那你應該要去談的是說 為什麼 這些小孩 他受過這些教育出來之後 小孩很高的啊 然後每個都非常的文雅這樣子 結果做出來的事情 我真的都覺得比殺人犯還要粗暴 對 那時候我開始去反省說 到底我們要給孩子什麼 對 這個是我這兩年不斷一直在思考的 然後 我最近非常興趣在於一些 跟養兒育女 家庭關係的事情 你不去就知道 我每天都在跟他分享說 我跟你講我今天 什麼東西 那我就知道 那你就知道 嗯 我常跟他分享啦 就是在談說 我覺得 就是 因為我一直在覺得說 我們每天都這樣上街頭 然後去抗議 為了環境 為了人權 為了土地 為了農業什麼的 但是其實 我覺得社會運動 和社會 社會回歸到 其實社會裡面是什麼 的狼啊 人本身的問題 如果不解決 我覺得 一堆垃圾聚集起來 本身小孩都一樣 所以我開始一直想要去 往回推到 從小的教育開始 一個人格的養成 對啊 為什麼一個品學圈 又的好學生 還可以 到最後唸到了 哈佛出來 不久 對啊 你們真的沒有去想過這個問題嗎 這問題真的很諷刺耶 真的超級諷刺的 對啊 所以我這一兩年一直堅決 我想要去討論 教育的問題 甚至是家庭關係 父母親怎麼去面對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跟父母親的相處 是怎麼樣的模式 我跟你講 家庭關係 就等同於一個社會的關係 你把它放大來看 上層拿到權力的人 怎麼去控制他的人民 人民怎麼去服從他的上層 總共同時 跟你在家裡面 父母親跟你的關係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一個社會裡面的家庭關係 是怎麼樣 他的社會關係 政治關係大概不會脫離到哪裡去 對 這也是我一直一直在想這個事情 所以我今天去高雄他們那個營隊 我就不斷的在跟那些小朋友在談教育的東西 對啊 好 說很久的齁 好啦 所以未來之光 就是我對於孩子的一些期許 他其實是一個蠻溫柔的歌 不行 上god 他會成功 這個人的歌 不管你在乙子是买聽也不聽 毀甘苦斷沖返博人在乙 我买來對人說這聲不欠 讓人來聽起無奈月聲 我立刻去你在乙手 驚在頭前為你作為驚 萬人的黨有生農的心 萬人的黨有情意的聲 萬人的黨主彼為懷 萬人的黨是幾軍兵 萬人聽受天然的土地 萬人烈斑的金天為佳 萬人臉笑萬人的佛意 中東雄虎是命中東佳 忍無倫而地 萬偷地成善午 萬人服隊長在奖 他們能捏述 常常鮒 萬人的黨 died 萬人的黨有生農的心 萬人的黨有生辭的心 萬人的黨有錢活 萬臉的董 祝美為願 萬臉的董 生為殞人 萬臉驚笑 天前的土地 萬臉的董 禁天為地 萬臉敏笑 萬臉的故意 如董雄好 死命僵董兵 董 祝美為如 stripped 妳派謀 當中的董 是我們未來希望 希望的江 美麗的山頂 乾淨的海水 生涼的海底 愛說 想要來跟我們做好朋友 好 未來幾更啦 就就就就就 好